這個是怎麼做 就是說我們看一下燈這邊 球滾下來就會亮 然後再滾一個球 就會再保持亮 那這邊時間可以自己去設計 依據老師的設計 所以它不用直接接觸 那我們用的是一個一路氣墊器 那我們看一下 老師要接的時候看一下圖 我先講一下這邊好了 氣墊器的 我這邊是拉USB的 行動電源過來 所以這邊是USB的公投 然後拉過來之後 裡頭我們可以看到一條 紅色的是代表正極 然後我們正極呢接第一個 還有第三個 所以可以看到這邊 還有接什麼呢 還有接這個是RELAY IRSENSOR上面的VCC 所以看到VCC 這條VCC比較長 VCC VCC是這個 橘色這個 VCC 還有第一條 跟第三條 然後跟原來的這個 USB的公的連過來 所以USB的公的連過來 就是一二三 還有一條是什麼呢 還有一條是 我把它這邊拉過來 中間的COM鍵拉過來 然後呢 負極接什麼勒 負極就是USB公的 負極接過來是接什麼勒 接這一個是 這邊等一下再講 接這一個 I-ASSETT 最近有一個GROUND 然後還有這一個的第二個 第二個是負極 要接過來 然後呢 我們看一下這裡 轉過來這一邊 一路計電器的 中間的 因為我這邊是接 我這邊是接母座 那母座你就可以接任何的 USB的電器都可 USB的電器或聲音啊 都可以從這邊控制 所以這邊就可以做的豐富性就變大 然後這邊的母座的正極 母座的正極接NO 接最後一個NO 然後呢 母座正極接NO 然後母座的負極就接回來原來的這裡 然後呢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COM COM鍵 COM鍵就是接回來我們剛才講的正極的部分 然後我這裡附一個圖這樣講 我覺得比較清楚 大家在接線的時候 比較不會亂七八糟 這邊 這樣可以嗎 這邊停留時間比較長 給大家看一下 USB的 mail的這個部分呢 正極接出來接第一點 第三點 還有VCC 有看到一二 VCC 還有一個是接COM鍵 然後呢 負極 負極是接 第二個 然後跟IRSENSOR的GROUND 然後跟什麼呢 跟這個 USB母座的FEMALE的負極 這邊可以接任何電器嘛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母座 然後正極呢 接COM鍵 這個USB的正的部分呢 正的部分是接 這個叫什麼 NO 接NO 然後這樣就完成了 好 大家可以試試看 再次遊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